春分青年 很懂得平衡的青年吧 我觉得作为人 这个动物性 我是不太有平衡感的 可是我才三岁 我怎么会是青年 提到春分 一定会想到咱们的24节气 春分是24节气之一 而且分它有两个含义 就是它可以平分了季节 还有个含义就是昼夜平分 所以我觉得春分是一个 充满了平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节气 其实第一反应应该就是鱼 还有一点就是在春分 大家都会习惯性地去吃鱼 是一个习俗 而且鱼也是一个特别懂平衡的动物 它在水里生活的时候 用自己各个部分的棋 去保持自己在水里面的平衡 在春分一定要吃鱼 心草 算了 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吃鱼心草 鱼心草 这个凉拌的好好吃 当然大家可以在春分的时候 就打开咱们的饿冷貌上面去看看 像什么红烧米鱼 青蒸 鱼鱼 金枪鱼 饿鲨 三明治 高鱼 鱼吞 等等所有所有你想得到的美食 都可以在饿冷貌上面点到你 很怀念的话就是没有剪掉米端端的白米饭吧 我要开始吃饭咯 但是今天有演出 为了保护我的嗓子 不白 开玩笑 自己做了歌手之后 其实不太有什么会刻意去毕掉的食物 春分青年 应该是说很懂得平衡的青年吧 可是我才三岁我怎么会是青年呢 春分青年 春分青年应该是为了工作 或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努力到非常非常晚 但是也可以在自己休假的时候 去山水间彻底的放松 合理的去平衡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 这个应该就是春分青年吧 那我应该是 你呢 要说到平衡感 我觉得我是作为人 这个动物来说 我是不太有平衡感的 就可能 或者是跳舞啊 我都会同边手 对 因为我经常就是 所种做脚的那种动作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擅长去维持自己 心态上的平衡 对 就找各种方式去让自己去释放吧 我觉得该哭的时候哭 该笑的时候哭 对 像小朋友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较有 那么一丢丢 一丝丝 所以朋友都可以成为非常懂平衡的春分青年的 祝你春分快乐 耶